另外一个类似的一个方法呢 叫做毒性卖权 那么实际上这个毒性卖权呢 它主要是针对债权人的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企业呢 它可能有很多债权融资 那么债权融资呢 都有规定什么时候要还本付息 什么时候要还利息 什么时候要还本金 我们知道当你要还本金的时候 实际上对企业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现金流的支出 那么企业如果有很大的现金流的支出 它就可能会面临财务风险 会面临这个流动性风险 所以呢 这个企业呢 可以事先做一个埋伏 就是说如果这个企业受到了 这个恶意并购的威胁 企业呢 可以允许它的债权人 提早的要求还本付息 这相当于是一种自残的一种策略了 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就使得这个企业一下就可能会面临到财务风险 那对于潜在的并购者来讲 我们之前也提过 特别是对于股权并购 你不能够说我只并购资产 不要债权 那么在并购的时候 它是股权和债权一起从这个目标公司转移到了并购方 那对于并购方来讲 它会目前一下就面临到很重的一个流动性的压力 因为它需要这个如果并购了这个企业 它得考虑这个企业怎么马上来还本付息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策略呢 实际上就使得这个潜在的目标公司 对于并购公司来讲 它的吸引力极大的降低了 另外的一个方法呢 叫限制收购的法律政策 那么我们知道在美国呢 一些州是不允许恶意并购的 人家不同意你就不能并购 那么这个叫做这个business combination law 所以呢我们知道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把企业注册在这样的州 那么就会受到这些州的法律的保护 就相当于说我们有一些企业 专门到一些经济开发区去注册 原因是希望能够享受当地的政策 享受当地的税收的优惠等等 同样那么一些企业 如果你不想被并购 如果不想被恶意并购 那么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公司 注册在这些有这样法律的州 那么你就可以受到这些法律的保护 那么这也是一个方式 比如说俄亥俄州 宾夕法尼亚州都是有这样的政策 还有一个方式呢 叫做董事会轮选制 我们刚才呢通过京东的这个案例 也发现实际上呢 对于管理层来讲 他要想控制公司的控制权 他要控制公司的董事会 那么在京东这个案例 我们知道说京东有九个董事 那么九个董事当中 刘强东及其管理层有全提名五个董事 那就占了50%以上 那么就等于说控制董事会 从而控制了公司 我们知道那么对一个公司的董事会呢 他如何来选择董事 如何来任命董事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设计 来使得这个并购呢 比较难实现 比如说我们知道说 有些公司他可以设立一个轮选制的董事会 那么就是把董事会呢 分成三组 或者是四组也都可以 那么是说每一年 他只能换一组 所以呢 假如说他的这个轮选呢 是分成三组的 那么就是每一年只能换一组的人选 那就是要把整个董事会的人选全部换完呢 是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就是比较长的 我们知道对于并购来讲 很多并购公司 他希望马上就获得公司的控制权 你要是让他三年才能够把董事会的人 所有的人换清 完全换成自己的人 三年才能够获得控制权 对他来讲 那么这个成本太高了 所以呢 这个潜在的并购的公司的吸引力就会下降 这个呢 叫做董事会轮选制 那么实际上呢 董事会轮选制在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当中 也是多种多样的 也有很多案例 很多公司都是有这样的这种设计 那么我们知道像阿里巴巴 就是把这个11个董事分成三组 同样也是分成三组 那么美帝呢 也是分成三组 每次呢 不能超过三分之一 那么还有呢 这个比如说中央传媒 他是说在更换的这个控股股东之后 调整的人数是在接下来的12个月内 不得超过两名 所以大家可以看 这个轮选制呢 你即使可以把它按成比例分 翻成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这么去分 也可以说绝对的数量 接下来不能超过两个等等 在伊利的这个公司治理当中呢 是说董事会主席必须至少担任三年的董事会的成员中选出 那么就增加了置换董事会主席的一个困难 我们知道董事会主席 他是主导董事会的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轮选制呢 实际上他的这个具体实施在不同的企业当中 不同的案例当中也是多种多样的 这个也是一些案例 限制性投票权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过 是不是公司的股权和公司的控制权之间总是一个高度的正相关呢 实际上是不一定的 那么企业呢 实际上可以制定这样的一个政策 叫限制投票权的政策 就是指的是说 这个企业的股东 当他持有某一个标准以上的股份之后呢 他如果再增加股权 他不能再这个成比例的增加投票权 比如说 当这个提高到15%或者20以上的股权之后呢 再增加股权 也不能够帮助他增加更多的投票权 从而增加更多的控制权 那么如果是这样呢 实际上就会使得这个恶意并购会变得比较困难 特别是恶意并购并购这个控制权的话 就会更加困难 因为呢 我们知道恶意并购很多的操作呢 都是对于目标公司来讲 它的这个管理层是不同意的 所以呢 这个并购公司直接向这个目标公司的股东 去发出要约 他希望通过直接购买目标公司的一些中小股东的一些股份 把这些股份凑到一起 变成一个比较大的规模的股份 从而获取公司的控制权 但是呢 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投票权的一个政策的话 他即便拥有了更多的中小股东的股份 他也没办法获取更多的投票权 从而获取控制权 这也是一个如何这个抵消恶意并购的一个方式 另外的一个方式呢 叫做绝对多数投票权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通常呢 可以设定一个公司要想执行一个议案 要达到50%以上的投票的同意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增加 增加到三分之二 增加到四分之三 甚至增加到80%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那么我们知道阿里巴巴有他著名的这个合伙人机制 那么马云设计这个合伙人机制之后呢 说如果要是不同意这个合伙人机制 推翻他的合伙人机制 是要求97%以上的股东大会的支持 那97%以上的几乎不可能实现 所以呢 我们知道说 你可以通过提高这个潜在的这个比例 来使得这个恶意并购更加难以完成 这个来打消这个潜在的恶意并购 那么也有很多例子 比如说伊利 那么他是说 如果要更换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要四分之三以上的董事会的批准 那么这个实际上比马云的这个 还是要显得这个温柔很多了 马云这个是到97% 几乎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另外的一个机制呢 叫做公正价格条款机制 那么就是说 如果呢企业要面临到某些恶意并购 那么对于这个目前的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 他可以向自己的股东去说 目前的这个价格呢 实际上是一个不是很公允的价格 对目前的公司的这个股东来讲呢 是不合适的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另外一个方式呢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很多次 叫做黄金降落伞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么这个机制呢 实际上就是说 对于目前的管理层来讲 如果面临到这个潜在的并购 那么我们知道这种潜在的并购 特别是恶意并购之后 目前的公司的管理层呢 可能都会被辞退 辞退的时候呢 公司呢 需要给这个目前的管理层 很大一笔补偿 那么我们知道 这种补偿呢 就相当于是黄金的降落伞 降落伞不就是帮助大家 从高空上掉下来的时候 不要摔得很狠吗 那么这个降落伞呢 是黄金的 有很多很多钱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 对于公司来讲 如果进行了这个恶意的并购 并购了这个目标公司 那么要把这个目标公司的管理层 都给遣送走 替换走 那么这个潜在的目标公司 就要付给这些管理层 一大笔的这个报酬 那么这一大笔的报酬呢 对这个目标公司来讲呢 也是一些现金的负担 那么我们也是 希望能够通过这种 增加负担的方式 使得潜在的并购者 能够觉得这个并购 实际上是不划算的 因为并购之后 我还要付这么多钱 把这个目前的这些管理层 都给遣送走 替换掉 就使得他们会觉得 这个并购并不是特别划算的 一个并购 这个是这个机制的一个设计的思路 但是呢 实际上大家会发现在现实当中 这个机制呢 它的作用并不是特别的有效 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呢 真正对于并购标的的这个对价 和付给这个目标公司管理层的这个遣送的费用 如果我们拿这两个钱呢 做比较 实际上遣送的费用是非常小的一笔支出 那么它的作用呢 是很有限的 另外呢 对于这个潜在的这个目标公司的管理层来讲 那么它如果觉得自己可以拿到一大笔钱 在很多情况下 它可能也就愿意去被并购了 因为它有降落伞呢 它有保护啊 所以呢 这个方法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 并不能够真正帮助目标公司抵御这个外来的并购的威胁 那么也有很多案例 比如说这个2012年 谷歌收购这个后这个摩托罗拉的CEO 就拿到了一大笔的这个钱 那么这个诺基亚的这个公司呢 也是当时它的高管呢 就是也是获取了很多的这个并购后的这个补偿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小节当中的内容 在这个小节当中 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一系列的事前防御策略 企业可以事前来实施这些策略 来预防潜在的恶意并购的可能 那么在这个小节当中 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一系列的策略 包括毒药丸 毒性卖权 限制收购的法律 董事会轮选制 限制投票权 绝对多数股票条款 公正价格条款和黄金降落伞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事前防御策略总结一下的话 我们会发现他的核心思想 基本上都是关于对于一个恶意并购 他希望增加恶意并购的并购方的并购成本 或者降低这个目标公司自己资产的相对吸引力 从而使得恶意并购的可能失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小节当中所讲述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